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把制作好的胡萝卜切成块跟鱼放到一起 那首先让我们来溶解这两包软糖的粉末 再分别加两盒水 搅完水之后再充分地搅拌 搅拌到有点像米糊的状态就刚刚好了 搅拌好之后再把它们放到微波炉里面500瓦加热30秒 加热完之后就变成了制作软糖的基本原材料了 先来制作绿色的鱼 倒入模具的时候可以慢慢地加小心渗出来了 胡萝卜和鱼的模具都充满之后 把剩下的软糖液体混合到一起 这样子红色和绿色就混合成了巧克力的颜色 正好 等一下可以用来做巧克力蛋糕 模具都装满之后 要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个小时 冷藏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的软糖就做好了 做得很成功呢 再用牙签慢慢地把软糖抠出来 最后按压模具的背部把软糖按出来 那其他的软糖也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很好地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我们又用菜刀把胡萝卜切成块 美味的料理软糖做好了 佩奇还邀请了她的朋友们 一起来吃美味的大餐 奥特曼 奥特曼 刚打完怪兽肚子好饿啊 她先来吃美味的巧克力蛋糕 嗯 好好吃啊 我全身恢复了能量 谢谢佩奇 王王队的毛毛 刚执行完任务 肚子好饿啊 嗯 好好吃的鱼啊 谢谢小猪佩奇 轮到乔治了 乔治不喜欢吃蔬菜 这可怎么办呢 佩奇说 没关系 我给你做了美味的恐龙软糖 哇哦 是霸王龙的软糖呢 恐龙恐龙 乔治最喜欢恐龙了 哈哈 那今天小猪佩奇的料理软糖切切乐 做的很成功呢 好啦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食玩 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